2023年12月17日 儿童圣诞崇拜 第一部分话剧 被打断的耶稣诞生 旁白欢迎大家今天早上 我们在这里告诉你们耶稣诞生的故事 以及2000年前发生的所有激动人性的事情 带镜子和电话的孩子从这里经过 旁白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因为我们的故事是从玛丽开始的 他会告诉你故事是如何开始的 玛丽这个时候说 有一天我在家工作 突然有个天使出现 对我说话我吓坏了 玛丽看起来非常害怕 天使说别怕玛丽 上帝喜悦你 你将有一个男婴 他的名字叫耶稣 他将是一位伟大的国王 并永远统治 这个时候 狮子突然在舞台上咆哮 旁白说 不不不 那是错误的国王 不是丛林之王 而是犹太人之王 天使加百利也在梦中向约瑟显现 这个时候 冲浪救生员和救援直升飞机 穿过舞台 旁白说 不是不是那是错的人 送天使上来 天使说 你可以娶玛丽 因为他的孩子是从上帝来的 你会称他为耶稣 因为他会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 旁白 有一次人口普查 玛丽亚和约瑟必须去伯利恒接受人口普查 婴儿即将出生 这个时候护士和医生走过舞台 说 这是毛巾和热水 旁白 玛丽亚和约瑟 玛丽亚和约瑟到了伯利恒却找不到住处 婴儿耶稣出生了 玛丽亚把他包裹起来 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栈里没有房间 这个时候帐篷穿过舞台 不不不 打断的够多了 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故事 那一天晚上 牧羊人在伯利恒郊外的田野里看羊 这个时候恐龙在舞台上跺脚 你们肯定又是讲错故事了 不 天使出现了 上帝的荣耀照耀着他们 这个时候超级英雄开始在舞台上奔跑 不不不 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个 我们需要那个天使 天使过来说 别怕 我给你带来好消息 一个婴儿在伯利恒出生 他是一位救主 就是主耶稣 你会在马槽里找到他 然后天空充满了赞美上帝的天使 牧羊人说 我们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旁白说 牧羊人去看见小耶稣躺在马槽里 他们告诉每一个遇见的人 并赞美上帝 这个时候拿着礼物的人走过舞台 派对在哪里 旁白说 嘘 宝宝睡着了 没有派对 与此同时 魔法师正在追随着一颗星星 这颗星星为新国王指明了道路 他们为国王带来了礼物 这个时候圣诞老人 呵呵呵呵 走过舞台 旁白说 不不不不 这个故事里面没有圣诞老人 接着继续我们的故事 闲事找到耶稣和玛利亚 崇拜他 并送给他黄金 乳香和墨药的礼物 每个人都在舞台上 这个时候清洁工起来捡爆米花 清洁起来真的是一团糟 旁白说我们的圣诞故事结束了 小耶稣诞生了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 唱了一会儿歌以后 我们会在第二部分中找到答案 第二部分 卡特里娜的演讲 被中断的耶稣诞生 关于耶稣的一切 这出戏简直就是太棒了 在舞台的这一边 我们有我们从圣诞节故事中 认识的所有的角色 在舞台的那一边 我们有很多随机的人出现在舞台上 做一些随机的事情 打断了关于耶稣的故事 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数过 到底有多少次中断 今天早上我们将花一些时间 来思考这些中断 但首先什么是中断呢 中断是当我们已经在做 其他事情时阻止我们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被打断 中断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在家里 在学校 工作 甚至在教堂里 都会被打断 很多时候时间被打断是很烦人的 孩子们玩着最喜欢的电子游戏 得分非常好 妈妈这个时候打断说 该写作业了 或者在朋友家里面 爸爸打断说 开回家了 太烦人了 当你被烦人打断时 你会拉长脸吗 有些打断可能真的很糟糕 比如新冠肺炎 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我们不能被允许出门 我们不能见到我们的朋友 我们不得不在家上学和工作 有一次我开车去雪山度假 行程被冰袍打断了 我不能再开车了 或者你的睡眠被一个生病的孩子打断了 或者你的电脑崩溃了 你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备份了 他们都是糟糕的中断 有些中断可能是好的 不久前 我的一个朋友被一个电话中断了 说他赢了一万元 哇 多么好的中断 或者你坐在学校集会上 可能有点无聊 但当他们读出你的名字 以获得公寄证书时 他被打断了 这是好的中断 五年前 我的女儿 杰米玛在课堂上 被他的奶奶中断了 奶奶在上课时 到那里来接他 他的奶奶说 哦 妈妈生了一个孩子 而且是一个女孩 这就是很好的中断 有一些中断可能是很重要的 他们经常警告我们一些事情 烟雾报警器响起会中断我们 让我们知道火灾 警察 救护车的警笛打断了您的驾驶 让他 让您知道要让开 如果有人看到危险就喊停下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断 生活是有很多中断组成的 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 很少有一天没有被打扰或中断过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中断可能是令人讨厌的 坏的 也有可能是好的 和很重要的警告 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把圣经中的大故事 看着是充满了中断的 圣经以一个巨大而惊人的中断开始 砰 上帝从无到有 创造了我们奇妙的世界 上帝说 这很好 但不久之后 又出现了一个又大又糟糕的中断 最中断了我们与神的关系 在整本旧约中我们可以读到先知的故事 他们是上帝的使者 打断了人们告诉他们关于上帝的事 先知们的这些信息是很好的中断 但也包含重要的警告 旧约中的先知以不同的方式说 不要忘记上帝 他爱你 罪是严重的 需要做点什么 上帝正在派遣一位特别的弥赛亚 他将修复罪恶的严重和严重的中断 上帝是中断之神 今天的圣诞戏剧充满了中断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数过多少 你觉得他们很烦人吗 好的 坏的 还是重要的警告 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很烦人 他们停止了圣诞戏剧 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耶稣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们真的认为他们是好的和重要的中断吗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教导我们一些关于耶稣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中断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回忆第一次中断 镜子 镜子很有用 当我们照镜子时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倒影 镜子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样子 在圣经中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通过看着他 他们可以看到父神的倒影或者照片 耶稣有点像一面镜子 当我们看着他时 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倒影 在圣经中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约翰福音十四章七节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中 他告诉我们 耶稣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 因此 这第一次中断是良好而重要的 他提醒我们 父神像镜子一样 反映在耶稣的生活中 第二次的中断 救生员 救生员很重要 在海滩或者游泳池里 如果我们在水中遇到了麻烦 他们会在那里拯救我们的生命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都需要一个救命恩人 不仅仅是当我们被困在水中时 有人来拯救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有人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只有一个救生员可以做到这一点 你知道他是谁吗 耶稣 在圣诞节的故事中 天使对约瑟说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 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因此这第二次中断是好的 也是重要的 他提醒我们 耶稣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就像救命恩人拯救我们在水中一样 第三次的中断 狮子 狮子是了不起的 他们很强壮 很漂亮 很强大 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 和丛林之王 在圣经中 耶稣被称为犹大的狮子 启示录五章五节中 说到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他已得胜 这个名字帮助我们了解 耶稣的绝对权柄和能力 狮子可能是丛林之王 但犹大的狮子是望王之王 因此这第三次打断是好的 也是重要的 他提醒我们 耶稣是一位刚强有力的君王 就像一头刚强的狮子 第四次打断 护士或者医生 当我们生病时 我们会去看医生或者护士 来帮助我们好起来 得到痊愈 圣经告诉我们 罪使我们在灵性上生病 我们需要得到医治 这是怎么发生的 耶稣使在十字架上 为的是饶恕我们 医治我们 圣经说耶稣医治我们的罪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也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了医治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中说到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因此 这第四次的打断 是良好而重要的 他提醒我们 就像医生医治疾病一样 耶稣医治我们的罪 第五次的中段 帐篷 圣经中说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耶稣降世为人 也住在我们中间 耶稣在这里安了家 有趣的是 在旧约中 有一个特殊的帐篷 叫做帐墓 以色列人去那里 与上帝会面 约翰福音中的这节经文 说的是 耶稣下来在这里搭帐篷 我们可以因为耶稣 而与上帝相遇 因此这第五次打断 是很好而重要的打断 他提醒我们 耶稣并不遥远 他下来与他的人民 一起生活 简直太棒了 第六次的中段 恐龙 哇 多么伟大的恐龙 圣经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 万事 整个宇宙 以及每一个生物 甚至是灭绝的生物 早在耶稣来到世上之前 他就创造了万物 圣经中说 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为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因此这第六次的中段 是好的和重要的 他提醒我们 万物都是通过耶稣创造的 第七次的中段 超级英雄 想想超级英雄和超能力 很有趣不是吗 超能力会很酷 飞行 看穿墙壁 甚至于隐形 当耶稣在地上时 很多人认为 他是一个超级英雄 因为他可以医治生病 失明 或者瘫痪的人 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 但耶稣知道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涉及到一个更大的超能力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他能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 圣经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中 这样说到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因此这第七次中断 是一次良好而重要的中断 他提醒我们 耶稣来拯救我们 他是超级英雄中的超级英雄 超级英雄 超级救世主 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第八次中断 礼物 我很喜欢收礼物 收礼物总比去购物好 对吧 如果你在商店里 你得到一些东西 你必须付钱 但如果你得到礼物 它是免费的 别人为此买单 耶稣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 耶稣给了我们一份免费的礼物 圣经中说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乃是永生 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的礼物 它是免费的 这不是我们可以购买或者赚取的东西 但代价非常的高昂 因为耶稣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像任何其他礼物一样 上帝赐予永生的礼物 在我们接受之前 不会成为我们的礼物 因此这第八次中断 是一个好的和重要的中断 它提醒我们 永生是上帝通过耶稣所赐的礼物 我们需要选择接受 第九次中断 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可以超级有趣 红色西装 搞笑的圣诞老人照片 还有很多很多的礼物 你知道为什么耶稣比圣诞老人好得多吗 圣诞老人列出了那些顽皮和善良的人 圣诞老人问 你好吗 只有好人才能得到礼物 但是耶稣是为罪人而来 是为那些不善良的人而来的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说 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 耶稣赐给每个人永生的礼物 无论你是调皮不听话的 还是友善的 另一件事情 圣诞老人每年只来一次 但是耶稣会留在这里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因此这第九次中断 是一个好的和重要的中断 他提醒我们 耶稣比圣诞老人更好 他给坏人送礼物 他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第十次的中断 清洁工 清洁工让我们想起了耶稣 清洁工为他人服务 使事物变得干净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说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而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耶稣使我们得洁净 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中说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因此这第十次中断 是良好而重要的一次 他提醒我们 耶稣是一个服侍 他人的人 通过洗尽我们的罪念 使我们接近 哇 十次中断 是这样吗 不不不等等等等 第十一次中断 整个圣诞节的故事 是一个巨大的中断 上帝中断了多年的沉默 拆遣了耶稣 上帝中断了玛利亚 告诉他他怀孕了 上帝中断了约瑟 告诉他不要取消订婚 凯瑟中断了玛利亚怀孕的最后几个月 让他们前往伯利恒 天使中断了牧羊人 告诉他们惊人的消息 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说道 因今天在大魏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圣诞节是我们庆祝耶稣 突然来到世界的时候 做一个巨大的巨大的 属天的 令人惊奇的美好和重要的中断 耶稣对每一个人说 让我来打断你的生活 以一种好的方式 跟从我 使你的罪得赦免和洗净 并接受永生的礼物 迈克尔玛什说 我只知道 当我们敞开心扉 接受干扰时 圣诞节就发生了 光明打断黑暗 和平打断混乱 希望打断绝望 爱打断仇恨 生命打断死亡 今天的讲道结束